抗议地政总署助理署长林嘉芬 涉嫌利用职权取得敏感资料 土地谋取利益 一批民主党成员到北角政府和属大楼 抗议林嘉芬在公布检讨景田土地用途前 涉嫌买地谋利 民主党认为官员处理敏感资料时 应避免涉及利益冲突 他们向地政署官员代表地姓 要求约见地政总署署长 又促请当局详细调查事件 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忠 引述竞争事务委员会意见 表示旅议会现在就旅行团小费 电力建议金额 可能涉及合谋定价 日后小费金额可能要由旅行社 各自订立 王英报道 现时旅议会